的確這是來自俄國的副總理警告說原油價格未來可能會上漲到每桶三百美元以上 台經院專家就分析了說目前的油價呢每桶不到一百三十美元 在今年之內要來達到每桶三百美元事實上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推測俄國呢只是想要藉此讓西方制裁可以停止下來 但是台灣呢目前的確是正面臨到這輸入性的通膨 國際油價的飆漲對於國內的餐飲業者而言其實壓力不小 開啟瓦斯點燃火焰濃郁湯頭飄出白煙走訪路邊小吃攤光是一家店就用了三孔瓦斯 隨著俄武大戰陷入僵局未來油價恐怕還要再攀升 不要再漲啦 桶裝瓦斯的話之前我叫是五百多塊 快六百塊了 去年比的話漲個快一百塊了吧 業者寒苦現在戰爭衝突延燒到餐桌 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還發出警告 要是美歐持續禁運俄羅斯石油恐怕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更含出油價可能會突破每桶三百美元甚至更多 但國內大宗物資先前就已經漲了一波 第二波漲價潮又要來了嗎 看看備料最基本的雞蛋原本就已經漲了五倍 沙拉油也從一百二十元漲到一百六十元 銅中瓦斯雖然三月凍漲 但跟去年同期相比還要多給百元紅超 雖然台經院專家分析國際原油價格目前還不到一百三十美元 今年內要達到三百美元應該還有大段距離 推測主要原因還是俄國希望對國際經濟造成恐慌 藉此讓西方的制裁停手 但是台灣正在面臨輸入型通膨 就怕接下來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部分可以先看這個WPI 如果說WPI持續在兩位數 而且沒有往下的一個趨勢的話 那基本上廠商就有這種轉嫁 這種給消費者的動機 二五大戰讓國際能源價格飆漲 影響的經濟層面不容小覷 記者黃之杰李宿于台北采訪報導 好